接受自己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只有当我们完全的接受自己的优点还有缺点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并坚定的走下去 心灵café 梦想天平 从前有一只乌鸦 它非常的高傲 它甚至瞧不起自己的同伴 它经常嘲笑其他的乌鸦 嗨 你们这只乌鸦 整天穿着黑色的外衣 多么难看啊 它梦想有一天自己变成美丽的孔雀 于是这只骄傲的乌鸦就偷偷地寻找孔雀的羽毛 并一根一根地插在自己的身上 诶 突然它乌黑的身体 就被五颜六色的孔雀羽毛全部遮盖了 看起来是多么的炫目啊 乌鸦洋洋自得地转了个身 自恋地说 现在我也是一只美丽的孔雀了 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孔雀 经过一番打扮的骄傲孔雀 它之后决定离开乌鸦家族 趁机混入孔雀队伍 它想在孔雀队伍当中不断地展现自己 让其他的孔雀也来羡慕它 承认它是最美丽的孔雀 它虽然穿着孔雀的外衣 但不论它走到哪里 都暴露出它扭扭捏捏 装腔做事的丑态 它的行为最终引起了其他孔雀们的注意 它们发现这只新来的伙伴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孔雀 有一天孔雀们忍无可忍 决定将乌鸦身上的孔雀毛 全部扯下来 之后孔雀们离它而去 留下被揭发的乌鸦 独自躺在地上 这时候的乌鸦 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在没办法的情况底下 它回到了它的乌鸦家族 它落魄地站在其他乌鸦的面前 但是其他的乌鸦 根本就不想理睬它 最终有一只乌鸦决定上前对它说 请你告诉我 你瞧不起我们 一心想要成为孔雀 你可知道羞耻吗 当初你老老实实地 穿着上天赐给你的黑色外衣 也不至于遭受到 那么大的痛苦还有侮辱 人家发光你伪装的外衣 你难道不觉得无地自容吗 说完 大家就一起飞向高处 地面上只留下这只 梦想成为孔雀的孤单乌鸦 华丽的外表 永远无法掩饰空虚的心灵 那些爱慕虚荣的人 一昧的只是想要把表面的东西 用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的状态 反而那些扎扎实实工作的人 才能活出自我 活出最精彩的人生 心灵咖啡 梦想天秤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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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